歡迎回到我們的現場 那麼從秋香這件事情 我們終於又看到吳以豐重出江湖 對不對 同樣沒有離開江湖 我在棒球隊裡面 後來我跑到棒球隊去 另外一個江湖 剛好舞球隊打不好 所以還是回到棒球隊 那但是我想問一下就是說 其實剛剛講了就是說 其實很多人用犧牲啊 用奉獻啊 父母用這樣的方式來表達 這是我對你的愛 其實那是一種情緒的勒索 也是愛的勒索對不對 但在這部片子裡面 我們看到的是 秋香的老公本身是一個 有一點背景的對不對 秋香的老公就是莊如銘 剛剛我們看到他 車上也抱他太太 那一個人 那那個人呢 我們也準備了一段比戲 來我們來看一下 從跟秋香在一起了之後 我發覺到就是說 來 成長朋友 他的生命裡面 只要你去培訓他 能夠走出來 他們能夠造福很多人 能夠讓很多人受激勵 受激勵 另外一個我看到的就是說 我很希望能夠將 成長朋友的生命 來帶動更生人 我說我們兩個是典型的人 一個的話 我自找麻煩啊 沒有人叫我去吸爐啊 我跑去吸爐啊 那他的話呢 他不想成為一個成長朋友啊 但是呢 他沒得選擇啊 一個是自找麻煩 一個是麻煩找他 那我們社會 也不是這兩種典型的人嘛 那這兩種人 你要如何 來面對你的認真 那我覺得就是我媽媽用的方法是對的 他覺得就啊 就讓你走投無路啊 所以當我走投無路的時候 我真的要見我回頭來找他的時候 當我要這樣做去福音戒復的時候 你總是要有媽媽去做安保啦 他還是一樣這麼關心我 還是這麼幫我 其實那裡面呢 有一個鏡頭是 這個莊如銘 他們在聊天的時候 紀錄片在拍 那剛好又見過了 以前吸毒的朋友還在那裡 他有手就跑下去了 對對對 他有拍到一點點喔 那個感覺真的很強烈喔 他說那是我朋友 其實每個人都看戲都這樣 過去的世界就是這樣子 那畫面隨便一閃而過 那他當然有點避掉 不要拍到人家的臉 可是看起來很慘啊 每個人都在吸毒 然後看到他朋友回來了 那他還是把他們當朋友 可是那些朋友對他 一直拍他很不爽喔 沒有 本來不知道是他 他說如果不是 他們要丟石頭啦 因為他們那是大本林嘛 他們的大本林在那邊吸毒嘛 那因為我在拍那一段的時候 本來就叫我攝影師不要出去 不要出去的原因是因為我覺得 在那個車子的框位裡面 好像外面是他以前的過去的世界 他一直在裡面 然後突然不小心跑進去 以前的時空再回來 那你們那天有安全離開嗎 有安全啊 因為他在那邊也還滿照的 他還照得住啦 因為他照顧很多更生人 更生人 不然也是會有危險耶 當然會 而且那些更生人 不是跟那些智障的朋友 他們有互相幫忙 其實齁 陶宇宙如明有說 他說他媽媽其實沒有放棄他 對 讓他走 讓他繼續下去 對 是那個愛讓他改變 剛剛講到你媽媽對你的愛 對 你媽媽對你其實很愛 對 我知道我是很愛 可是愛愛跟你沒辦法揚開 因為自己可能也判定有一些狀況 成長過程 我覺得這個東西都要承擔了 我覺得不是說誰的做 是說你生命要 沒有 所以不是講錯 而是說那個愛的形式 我們在看這個的時候 其實我們自己應該有體會 其實這樣重點不是我們心中有沒有愛 對兒女 對家人 對夫妻 什麼情人 其實每個人都充滿很多的愛 而是我們有沒有能力 用對方可以接受的方式給予 去給的方法 這個過程 很多人是這樣子 就是我不管了 我愛你 就把全部都講出來 可是對方接不接得住 這個過多的那個愛 最後變成一種 我是關心你 可是過度的時候 變成一種非常大的壓力 然後對方反彈 反彈之後你可能就會給更多 然後甚至於你那個反彈 後座也傷到你自己 所以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就彼此傷害了 對不對 所以搞不好其實我們要學的是 如何給愛 不是如何去愛人 如何給 這個是一個 如何讓人家能夠接受 對 就是你的給的方法 我們一直用自己的方式 而不是別人能夠接受的方式 那這個東西其實要學習很難 因為人跟人關係 你自清都這樣子夫妻朋友 很多都是你必須要了解對方 那你給他的愛的方式是什麼 他這十年來一直賴著你 他是一直對外求救 因為我有看出來 他跟我比較不會求救 因為我也救不了他 他在他自己完全沒辦法 他就跟朋友混 譬如說跟吳念成去他家打麻將 大家固定晚上要聚會 他就賴過去他也要打 那他往他家去走 有時候我到柯一正家去 因為我輸太多 要移到柯一正家說 看到他在 柯一正說 他隨時自己來開門就進去 好像他家也要 而且自己喝我的酒 自己喝的酒 那他得遇到一些這樣的朋友說 一直包容他 讓他慢慢慢慢得到愛 換句話說 愛付出去一個是得到愛 就得到或者是跟別人 表達說我想要愛 這個也有一種必要 有時候任性很不錯 為什麼 我常常覺得 你對朋友 你不要說 你應該可以欠人家一些 這樣以後 人家對你有需求的時候 他會方便開口 沒錯 等一下再講一遍 你 去欠人家 一點情 沒有關係 一些小事情 怎麼可以 讓人家請一下客 去找人家幫個小忙 不要再客氣 你送我媽還給你 你不敢接納 他會 有一個空間 這個絕對是一個 朋友相處最好的方法 因為這個我 就你要得到 你要不要很客氣 因為你對我客氣 表示你一個不是朋友 不用送我那麼好的 送完 我現在馬上還你什麼 你根本就想 不要跟他再交往了 為什麼 你給了我一個這一包 我再給你一個這一包 沒有錢我們賴皮呢 不是不是 反正我們交往常 其實是他那時候 得癌症的時候 治療 你想說他不能喝酒 所以你去幫他把酒喝完 他本來就不會喝 他一滴都不行 他一直陪我 他一直學著神醫 然後其實我們也談到 很多以前的電影 跟以前童年的成長的東西 可是我覺得他有一個東西 因為我比較急 他的慢會讓我看到 你知道意思嗎 一些不同的東西 而且我覺得說 比如說 我去他家 我有帶東西去 或是吃東西 我覺得那個東西 對我們來講是很自然的 我的意思是說 你去人家家裡 第一次吃飯 我最感動的是 我以前不敢去人家家裡吃飯 結果有一次我朋友 叫他家吃飯的時候 他媽媽煮完飯以後 竟然說 欸 你要不要吃吃的 冰箱的 脂肪拿出來 切切到大家吃 我切西瓜在掉眼淚 為什麼 因為他把你看做家人 才叫你切西瓜 對 沒錯 我去他家拿他的酒喝 他把我當作自己的兄弟 他有事情找我的時候 他也隨便講一下 都不用客氣 不用客氣 那個才能夠長長久久 可是這個界線有時候會 就是那些蠻難的 就看互相 像我喜歡張正是他來我們家 我說我們吃過了 我說你吃了沒有 他說還沒有 自己去 然後自己去弄自己吃 我覺得這個很棒 他當作像你自己的小孩一樣 有的人就像股膀還是見外 見外 其實有時候你 你故意去 不是侵犯 而是越一點規矩 這個是一個朋友的表現 那我問你 你那時候優異症有多嚴重 然後你是怎麼賴柯島的 我跟你講有一次我最嚴重 那個媒體也講過 有一天是那種 是不知道在那個訪問我的時候 我跟你講我是那種 有時候就是覺得很煩 然後甚至在河邊 我們家剛好河邊 在那邊喝酒 喝喝醒了 還是覺得說 為什麼要活著呢 就有一點點那種念頭的時候 你知道就是 跳一跳 我看突然快四點多 我走了兩步 突然想到有點醉 想說 靠腰 柯島等一下要接我去打球 我就馬上跑回去了 你要走去哪裡 下面是基隆河 就是算了 自己想說要跳跳 就是有一種那種念頭出來 想說算了 他五點會來接我打球 我想說我怎麼可以讓阿伯 我們叫他阿伯 過來的時候 只要我處理這個 我就 就是那種有點惶惶忽 後來我就嚇死了 我就想說 第一個 我後來跟自己講很清楚 講說 我一定要非常珍惜我現在所有的 生命 而且我覺得如果這樣的話 我跟你講我會被他們氣死 恨死我 那我覺得包括家人 所有人努力的把你救回來 你知道意思嗎 讓自己可以創作 我覺得這個東西 所以我現在非常珍惜 在意我旁邊的人 柯道你這樣給他 定義你不會煩 沒有 我還好我的個性就很容易 他很多人都可以相處 對 而且我自己有一個覺得 你如果被需要 其實你很幸福 啊 被需要 我常常會這樣子 所以朋友 有的甚至於 只是說你有沒有時間 他來我公司 就講他事情講兩個鐘頭 對 我也不會叫人家說你應該怎麼樣 你不會煩嗎 不會 兩個小時如果按照律師收位是不熟的 對對 那是診療時間 我很多朋友會來 會打電話 我找過柯道 講我很悲傷的事情 我以為他會安慰我 我講了兩小時吧 有一個晚上 柯道人家忘記了 我講了一個晚上 一個晚上都沒有回答 最後結論是 的確是蠻悲傷的 我跟你講 其實聽完對他來講 就是一個書記的 的確是蠻悲傷的 而且他會忘記 他最厲害是會忘記 因為我不能去講給別人聽 所以我要忘記 他說他有失智 譬如說他老婆說 你如果阿伯家裡的時候 你來照顧 有時候走 你不懂得家裡 你打到不知道 他經常會忘東西 不過他承受不了那個悲傷 你們每個人都把悲傷講給我聽 他必須要有能力把他忘掉 可是表示你們都很信任他 當然 你們都把心裡面最內心的話 告訴他 但是他又不會出去講 他也會告訴我他內心的事情 所以柯道是給你一個情土 然後他的慢的節奏 我幫你穩下來了 沒錯 都有啦 不只我就還有很多事情 那離美國的功能是什麼 就看到他覺得說 好好笑 就是一個人怎麼可以 用這種方式活下來讓你尊敬 這麼痛快 很痛快 我是尊敬離美國的 用這種方式活下來讓你尊敬 對啊 周遙裝片啊 周遙裝片 然後沒有屁股 沒有內臭啊 離美國隊 我最近他經常湊得很害怕 做很多事情 我們現在講的離美國就是 直封車的那個團長 直行長 李永峰 如果不講髒話沒辦法講下去 他髒話是鬥點 髒話是他的鬥點跟句號 然後秋香 我就跟他講說 美國我已經走出來了 謝謝你讓我把秋香完成 他就跟我打簡訊什麼什麼 好啦 知道了啦 你的重生讓我3.9難纏 你甘得比較生氣 我就跟你講 他就用這種話來其實鼓勵我 那我覺得美國有一個很溫柔的 雖然他外表 那這個東西我知道 就是有時候我們故意 像我有時候講話很急很大聲 其實都在掩飾自己內心的那個軟弱 我知道 那吳念珍給你什麼力量 吳念珍給我就是那種 也是一樣包容嗎 也是阿兄 沒有 他就很簡單啦 那沒事情啦 那你不要想那麼多啦 他說沒有要怎麼樣 比如說我最近一個農委會的 做一做一做 他去配音配完以後 哇他就很厲害 後面就自己加了詞 配得非常棒 他就是那種 永遠靜靜的 可是兄弟該幫忙的時候 他就是 僵依而已 這幾個而已 所以我一直說到後來 其實他到台北來 我覺得這些捧委會 會讓我覺得會有力量 那個力量是覺得說 你跟他賞 他講了一個名言 誰做比我比較賣久的人要 他說吳宇峰喔 我會講氣勢這樣說 他說你有人會是你媽的 你吵我 誰做比我媽的 對 他其實也是好像在講李永峰 他就講啊 他有兩個兄弟 一個李永峰 永遠峰的 一個吳宇峰 他已經峰了這樣 他做了這兩個笑容 沒辦法這樣 他不想想想想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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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